大家好,本期我们来学习这款包带的勾法 特别简单,它这个花样有正面和背面 很平整啊,又结实 接下来我们开始 我现在用棉线来给大家做演示 我们首先呢也是勾变子针 针数没有限制啊 勾到你们需要的长度 变子针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之后 接着我们翻到背面 大家看到没有,凸出来的这个线叫里三啊 我们都在里三上面勾 倒回第二针开始 一,二,翻到背面 挑它的里三,勾短针 每一个针目都有一个里三的啊 我们就一直这样 给它勾完 好,大家先勾到最后一针啊 勾到最后一针 我们在这个针目勾三个短针 同一个针目勾三个短针啊 第三针的时候 把这个线头压一下 接着我们往回勾 然后在刚刚对应的这个短针里面 我们勾针穿入两根线 这样子啊 然后把线头放在勾针上 给它压到里面去 对应短针的针目 还是勾短针啊 其实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勾包底的方法啊 很简单的 要是你们 需要窄一点的包带 只勾一边就好了 现在我们是回勾过去的 就一直这样给它勾到头啊 勾到最前面这一针来 好,勾到最前面这一针了 开始我们只勾了一个短针 然后在这个针目 我们再给它勾 两个短针来 接着和第一针引拔 锁一针 然后断线 把线头藏在它的背面 这款包带其实挺实用的 我们还可以做那个水杯套的袋子 按照相同的方法勾到你们需要的长度 然后直接缝在背套的两边 很好看啊 好了,那这一期的教程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